欧美谴责俄国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 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是否要暂停 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会集 投票结果是93票赞成 24票反对还有58票弃权 虽然通过了三分之二的门槛 不过弃权阵营数量超乎预期 当中还包括了印度 巴西 南非等等大国 乌克兰跟欧美代表乐见决议案的通过 俄国则是批评决议出于政治动机 还曾经警告各国 如果投下了赞成票或是弃权 都将被视为是不友善的举动 西方国家一面倒谴责俄军在乌克兰的暴行 想把俄罗斯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但票数开出来意见明显分歧 93票赞成 24票反对 但有高达58票弃权 成为不想向西方靠拢的另类表态 不过去掉弃权票仍然达到三分之二门槛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暂停俄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汇集 由47国组成的人权理事会 致力维护各国人权 容不下涉嫌犯下战争罪的俄罗斯 先前唯一一次暂停汇集 是2011年惩罚武力镇压的利比亚 但这次除了俄国本身 还有中国 白俄 伊朗等国投下反对票 弃权阵营当中 包括印度 巴西和南非等大国 强调应该透过外交解决乌俄纷争 欧美企图孤立俄罗斯的行动 没有获得压倒性的共鸣 张力德编译